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银梁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回骨子 意图天下定太平 那么无量寿妙至圣王殇老祖 各位维心圣教维心贤士 哈吉各位双善之士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 风水学的奥秘 风生随起好运来 这是自古以来的名言 家家户户 人人都可以囊囊出口 说出这个残疾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 风水 除了风水以外 地点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的时代 是科技文明的时代 现在的办公室呢 我们今天要来为各位残疾办公厅 办公室的风水学 办公室的风水学决定在 你的事业成功或失败 那你任你怎么样的努力打拼 还是守不住这个事业 这个情形很多 所以我才在这38年来 用疫经和风水来为过界服务 正道的结果 发现风水学的奥秘 除了祖坟的风水以外 祖雕的风水以外 就是办公室 办公室的风水 条件也不多 但是条件都是 关系到一个事业的成功或失败 曾经我看过一位我们台湾 一位企业家 他的办公室不大 但是他的企业 有六十几家的公司 他当总裁 有一天 他来问我说 他想要换办公室 希望我帮他做个意见 我就到南部他的公司去看 都很好 尤其他的办公室 不大 那个地方刚好有血 他做的事业 非常的稳 虽然办公室不大 也很简陋 但是他做在里面 四平八文 所有的思考 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跟他说 最好不要搬 这个办公室 你就会继续会花财 后来就不敢搬了 到现在 还是四月 发达了我们国内外 有六十几家 快接近七十家的工厂 这个就是 风水学的奥秘 办公室 风水学的奥秘 风水学的奥秘 各位维新闲事 及各位所望三知识 寻找办公室 最好在 集合办公室 的地点 比较妥当 因为 办公室 这个地点 人气 生活习性 眼睛所看到的 各方 各界 都是在这里 努力打拼 所以 在集合办公室 比较妥当 再来 我们尽量 避免在 风月 长手 八大行业的旁边 这样会影响 员工的情绪 会影响 员工的 生活习惯 所以 最好 不要选在 风月长手 八大行业 旁边 八大行业 有它的 事业的方向 有它的 人生 家族观 我们也不能说 他们不对 他们的 够有生存之道 但是 我们办公室 有这个现象的 最好 办离开 曾经 我们一位 老弟子 的办公大楼 他的办公大楼 是我们自己买的 有一天 罗夏 就有八大行业 来这里营业了 所以 他的 八大行业生意 还不错 但是 我们这老弟子的 事业 就开始 脑退下来 开始 他的客户 不敢来 亲戚朋友 也不敢来 员工 一个一个 离去 问我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 唯一办法 唯一办法 就是搬离开 他不走 我走 互不相防老 这个 禅宗大师 慧能大师 开始了 一句禅话 禅宇 涉猎 够有趣 互不相防老 涉猎 就是我们所看得到 听得到 感觉得到 摸得到 他们有 他们的生存之道 我们不要 相互的去妨碍 所以 这一队子 我说你搬开来 好 否则 你四月 会一败涂地 所以这个 极是 风水学的奥秘 各位 微信贤士同修 我们有遇到 这个现象的时候 我们只有鼓励 信众大德 你的朋友 换个环境 会比较好 你埋怨别人 没有用 这次我们的胡报 也一个段落了 胡报一个段落 我们就要资进退 不资进退者 到最后来 哀哀 哭哈哈 这个是在所难免 啊 这个是在所难免啊 我会认为 我会认为 微信贤士 及各位 双善知识 现在时代 办公室都讲求豪华 一间比一间豪华 这是每个人的权利 爱做怎么 就是怎么做 那是个人的权利 但是 我奉劝 喜欢豪华办公室设计的 中华设计师们 你们一定要注意风水学 你不注意风水学 凭着你的手学 搞创意 你创意出来了 骑行怪状 把风水学 你就扭曲了 这样做的人 会很不平安 在办公室里 气场会混乱 曾经我也看过 一家公司 老板办公室 办公室 它布置得很豪华 里面也有水池 里面也有 什么样的设备都有 当我进去看 我说某某老板 你的办公室 非常的超时代 但是 现在你的事业 已经遇到关卡了 这位老板 他说是啊 不知道在在哪里 最近 关关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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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去了 所以很烦恼 我怎么办 我说你这一个办公桌 向出去 右边那一个水池 办公室的这个水池 水马上关掉 马上把这个水池打掉 因为你办公室向出去 外面 这个是一个石头 一个一个的石头 里面水 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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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注定你要失败嘛 这位老板 他说我听地理书说 要花 他要右边办公桌 他的命哪一个方位 要做过水池 大声才会花财 才有破例 所以他就花了不少钱 做了这个水池 一般我们办公桌 向出去 右边有水池箱 有水池 都是不合理的 都会弄巧成熟 我说你最好赶快打掉 不然的话 你事业很快就嘎不过去 很快就会落跑 老板呢 他牙口无言 那我请了人家地理师 专门从台北请下来 的大师 建立他这么做才会花 这风水学的长治 你要有这个智慧 没有这个智慧 你做多了 反而对你不利 所以当场把水泄掉 我说你去石头请人来打钥 把这个弄清楚 你就吻下来了 过了几天再来 师父谢谢你 我最近的贵人都出来了 原来风水学做的厉害啊 各位维新闲事及各位失望三知识 时代越进步 奇形怪状的颜色特别多 尤其近代 很多年轻一代的装潢设计者 都喜欢 凭着创意 想象空间特别的丰富 所以啊 对办公室的颜色 也会长得考究 人在办公室你做的 你没有时间去思考 这个什么颜色好 什么好 若是一直在幻想的境界 那你的事业绝对不会脚踏实地 曾经我们一位信徒 他买了一间豪华办公室 他就请装潢设计师 帮他设计 设计得很漂亮 但是进去好像进入一个说不出来的境界 进去我就先坐在沙发里冷静下来 究竟这个办公室产生什么力量 结果就产生乱流的现象 我跟这个老板说 老板啊 你这个办公室很漂亮 他是啊 我请了台北有名的设计师 帮我设计配颜色的 我说你又不是开卡拉OK店 又不是开花大行业的装潢设计 你一进到办公室来 你不会感觉昏昏醇醇 他说是啊 我感觉昏昏醇醇进到办公室 坐了就想睡觉 我当你颜色好几个颜色 扰乱你的眼睛 眼睛的所看到 进入脑海进入心田 所以你的颜色把它去白色的 那就好 清一色的要比较浅的 乳白色就是发财的色 其他颜色和人的数学神经 会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你最好改为白色 乳白色 或是象牙白或是金灰色 这样的话 你会心很纯净 脑海很清醒 这样的话 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精神会患然一心 老板说我懂了 就请人重新 尤其为白色的 那么之后 这位老板 就静下来 头脑清醒 所以这个就是颜色 引述风水的一个花瓣 知命才能知运 知运才能转运 鬼谷现世五路财神经禅解 我为微信先设计 各位双善知识 办公室内的物质 千奇百怪 都有 各种的装饰物 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喜好 我们不便 多批评 但是 办公室 影印机 特别的重要 回顾三十多年前 台中市政府 一位老朋友 他是 客长 有一天 我到办公室去 看到他白狐 右边 办公桌的右边 放了一部影印机 我说客长 这部影印机 会伤人 他都放在这里 可以看着他 不让 员工 职员 常常来影印 都影印自己的东西 假公济湿 我说你可以改变方位 在你的办公室的 办公桌的右边 会伤你 他说 没关系 没关系 不会啦 不会啦 只能改变方位 结果过了几天 厂商在大坑 做了一个工程 请他去验收 一起去验收 那么 他就坐在车子前面 台中大坑 山坡地 结果车子 撞到路边 掉到 路边的小河边 这个人 做的擦伤 手也擦伤了 回来 才说 张某某 你的乌鸦嘴 让我 伤了 我说你一开就好嘛 不然还有呢 这个车子 就不会有了啦 再过几天 也开车 自己开车子 进入 马路 十字路口 刚好一位年轻人 骑摩托车 他也喝醉了 一直 一直放来放过去 来撞到 他的车子 这又扩张 又受伤了 回来 又跟我说 你的乌鸦嘴混淆 这个不是乌鸦嘴不乌鸦嘴 这磁场 你办公中做的 虎边绝对不能动 有动的 会伤人 会有雪光 你的 湖边 隔壁 有机器房 轰轰轰的 你也是 会做不稳 也会有 各种不可思议的灾难 这个我过去这么多年 看了太多 看了太多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各位死亡善租室 或是 办公室 或是住家 你的 座位 旁边 你一定要注意 不要有机器 动的 这个东西 来伤自己 各位维心闲事集 各位死亡善租室 我们帮人家 勘察 住家风水 办公室 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金贵 而一进门 你看到金贵 汉门充 你差不多 就可以了解 他的财 守不住 无中生有的事情 会让他 这个财 会流失掉 我看了很多工厂 住家 办公厅 一进去 就看到 他的金贵 因为财不落白 金贵也是财 不落白 再加上金贵的口 对着门 更不得了 金贵里面放多少东西 他常常 莫名其妙的 钱就拿去花掉了 意外的事情 也不少 所以金贵 在风水学的角色 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尤其金贵的门 不可对着厕所 对着厕所 对着厕所 那些财 才守不住 金贵的门 不能对着瓦斯炉 对着瓦斯炉 不得了 你的财 你的财 无需忠 好像 守不住 其中的小枝 一直烧掉 财 也守不住 金贵 对着 冰箱 财也守不住 里面常常空空的 因为冰箱的 这个 温度 冷热不和 所以我们金贵 对着冰箱 也是才守不住 金贵 对着厕所门 更糟糕 那才也守不住 那么金贵 我们最好就是 向着 主人办公桌位 这样 会比较平稳 所以金贵的 里节 特别的多 金贵 我们在公寓 也不能放在 楼上 人家的 厕所下面 也不要放在 楼下 上来 我们上一层 放在厕所的上面 这样财 都守不住的 甚至 你有多少财 就莫名其妙的 就会花掉了 這個是一般人忽略的地方 所以今天呢 我特别提出 金贵的 放的位置 金贵放的位置 在你的办公桌 最好在你的面卦 的财方 面卦 的财 的方位 比如 水火祭祭 卦中没有财了 那你就 放在 卯方 東方 金贵 就会 有财 各位有威心闲事 及各位死亡善知识 金贵 是放钱的地方 放政劍 放金银珠宝的地方 所以金贵的位置 除了上一层 各位阐述的要租以外 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 就是不要顺水流 無論你在公益的地幾樓 你絕對不要讓金贵 也順著水溝順水流 順水流 我才守不住 尤其我們在高樓大廈 有時候 你會看出去外面的風景很好 水 水 水沉很好 但是 你辦公室 市的金贵 一定要溺水 一定要溺水 不能順水流 順水流 才就守不住 曾經我們一位老信徒 每年年 不知道什麼原因 風水都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 有一個一年 以前我到台北 順便去幫他看個辦公室 我一進去 特別注意他的金貴 因為 他的辦公室在淡水河旁邊 河流的 水的方向 關係到 他的辦公室 我看了他的辦公室 方向 剛好是淡水河 直接流出去 我說你的辦公室 坐位 這樣不對 再來 你旁邊的 金貴 門口也向著 順水流 這兩樣 就決定你的成敗 而這個老闆呢 臉色花青 他搬來這裡 還不到一個月 就已經破財不少 原來是這樣 我今天把桌子調過來嘛 溺水就好 把金貴的門 也溺水 那就更好 所以 馬上我幫他搬 一起搬 搬 搬 搬好了 螺盤 把他量看看 你看,剛好是旺山旺向,金貴的方向也是旺山旺向,所以扭轉乾坤就是這樣。 老祖常常開示我們,你要扭轉乾坤有兩個扭轉乾坤,一個事業的扭轉乾坤, 一個是人生成功失敗的扭轉乾坤,所以各位同學把洪水學學好,你會幫助很多很多的善信大德功德無量啊。 各位維新賢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識,現在的社會,世事恢徽的事情一大堆,扣受之災也不斷。 我們大家也都很無口奈何。 但是不知道怎麼辦呢? 去黃族四書恢徽呢? 有一個因緣,我們一位信徒看到早上我《易經風水面面關》的節目。 他就找到宣活室來。 希望我能夠幫他忙。 希望化解他的公司的很多不必要的災厄。 尤其是世事恢徽,口手不斷的事情特別的多。 那好了,那我就去公司。 辦公司一進門,他樹立了一片鏡子。 我說你這個鏡子在這裡幹什麼呢? 他說這個是整肅於榮。 而出門要端莊一點,回來要看看自己的情緒。 所以他就專門請張宏設計師。 進口次,裝了一個屏風。 屏風的正面,就裝了一塊鏡子。 而且這個鏡子是從外國進口的高等鏡子。 我說你這個鏡子位置放錯了啦。 不可以對聞啦。 鏡子對聞,口舌是非多。 官司也會不斷。 你要小心,老闆,雅口無緣。 怎麼辦? 換個位置嘛。 不要和門相對嘛。 和門相對就會有口舌是非之災。 無中生有的事情會很多。 如果是在臥室,門進去裝了一個鏡子。 夫妻吵架的機會特別多。 打架、吵架、不說話的現象特別多。 然後,孩子都在臥室。 門一進去,剛好一塊鏡子。 小孩子心審不定。 小孩子也會常常吵架。 而公家辦公室,門一進去, 室了一個鏡子。 這個辦公室的員工、職員、官員 和百姓的衝突會特別多。 室室會會特別多。 而生意場 門一進去 就有鏡子 而你的 和客戶 爭論的會特別多 在人與人之間 不要傷感情 但是我們往往 沒有注意室內的裝置佈置 而裝鏡子 就會造成 不必要的事事會會啊 各位微信行事及各位雙三知識 辦公室之內 我們都需要按鏡子 最好安在比較陰暗的地方 陰暗的地方 你有鏡子光 會讓你整個辦公室 被充滿的生氣 這是一個 趨吉避凶 轉為為安的 廟話 曾經我們有一位老信徒 他做加工的生意 做得還可以 但是一直感覺 辦公室 裡面就陰暗的 把電燈點亮了 還是陰暗的感覺 有一天來拜佛 問我家裡是什麼有陰邪 我跟他說應該不是吧 陰暗的地方 你回去兩個方式 陰暗的地方 你可以掉了很多鏡子 裝飾品 那就可以了 所以他很高興回去 就去買了幾個 鏡子 鏡子 吊飾 中房的鏡子 吊上去 就感覺說 家裡的陰暗 沒有了 陰險沒有了 反而生意更好 客人來到 會很好奇的 說你怎麼掛了這個鏡子那麼漂亮 大家就有話題 來交心 所以這個也是 裝飾品 扭轉乾坤的方法 或是 你把那個鏡子 鏡架 放在那裡也可以 所以 後來他就想 用調飾的方式 調了鏡子 家庭就很溫馨 這個局勢 這個局勢 澎水穴 辦公室 靜子 在陰暗的地方 可以 扭轉乾坤 劃煞 維全 那 再來 我們辦公室 動線一定要順暢 動線不順暢的話 裡面的員工心境不會開朗 連老闆本身心境也不開朗 所以動線要順暢 去才會順 去順 事業就順 家庭就和諧就平安 法則我正到了這麼多年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你們不妨會依法來改進 那你即是有福的人 各位微信顯示及各位視望三知識 辦公室的辦公桌 我們盡量要選擇顏色比較淺的 比較妥當 曾經 我一位朋友 在台中 他的辦公桌 很大的辦公桌 很高貴 在民國八十四年的時候 我去拜訪過他 他坐下來 一直在談他的辦公桌 所以就在辦公桌買了一百多萬 怎麼樣材質 怎麼樣材質 那時候我就在想 這位朋友是不切實際的 不從做人做生意 信任度來做 只重視表象 一個辦公桌買了一百多萬 我以為他就是高人一等 我們會用 會arian 會客座 會客以 沙發以 也做得非常豪華 所以看一看我就不再去了 他来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再到他家里 到办公室去 我说你太高贵了 我判不上 我做人处事要脚踏实地 我说你花很多钱我就说嫉妒你 我说你的做人方式有错误 所以我就不会再去 经过三个多月 公司垮了 报纸登出来了 骗人骗了很多钱 所以就可以了解到 他的为人处事是不是脚踏实地 所以希望各位微信地址同学们 帮人家看办公厅 不是看他表面表象好不好 贵不贵 我在办公桌 把他的位置是符合我所传的格局 还要望山望向 才做得稳 办公室的办公桌位 他的规矩也不少 我们要注意的也不少 所以希望各位微信地址同学们 帮人看房子 看办公室 不要主动表象 而要重实质的为人处事 这个才是真正的好风水 火手都是表象的风水而已 各位同修 要注意 要注意 不要掉进攀缘 苦不堪联就来了 祝福各位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护持播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